哈喽大家快看这个来钱来的多快 是不是啊 分分钟就800多万了 今天呢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做工具人了 终于可以赚钱了 开心 好的 那么呢 今天不但一期视频是关于本周啊 CEO双倍奖励的 我是从2013年就开始接触GTA5 直到2019年末才开始回归啊 所以说最近才不断的做视频 不但攻略 丰富自己的频道 那么呢 我身上的15亿金钱是怎么来的呢 这15亿金钱呢 是之前三店巨崖山现金卡免费的时候买了 买了15亿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就给第一时间收看GTA5最新的攻略了 好的 我们先把这个公开战局的其他玩家呢 都给踢掉啊 自己卡成公开战局 那么呢 首先呢 我们打开网络设置啊 验证一下那条类型 测试四秒 也就是让他转四个圈就好了 转完四个圈之后呢 返回游戏 你就会发现所有玩家都离开了啊 这就是当人公开战局了 接下来买一下特种货物的仓库啊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我买了很多 但是我实际上用到的只有两个 就是两个轮子来 当你这个仓库的这一批货拉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是有冷却时间的啊 冷却过了才能拉下一批货 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就选择第二个仓库来拉这个仓库的货 当你拉完这个仓库的货回来之后呢 另外一个仓库就已经冷却好了 就可以继续拉了 这里还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把金海威员呢 填在仓库的门口啊 这样的话就不用来回跑办公室那么麻烦了 而且呢 当你的朋友拉完这批货的瞬间呢 你就可以开始下一个仓库的拉货任务了 而且如果你有暴君MK2的话 拉货会轻松很多 如果你还有两位朋友呢 陪你一起拉货的话 那会更轻松啊 三个人一起拉货 而且拉一次货的话 可以涨3000经验值 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升级 还是挺好的 对的没错 就是这样每次拉货完了之后呢 就从仓库出来啊 去金海威员开下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你两个仓库都能同时满 同时卖掉这两个仓库的货 你可以发现一个仓库 110件货可以卖440万 同时你还可以获得11400的经验值 我另外一个仓库呢 是因为少了一件 只有110件货 那么呢 只能获得429万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周的双倍奖励还是挺像的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